金金云最深佛天 表诸菩萨与种种佛天中 最为殊胜 那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一定要晓得 修净土求往生的人 是佛天当中最殊胜 那你供养他们的佛报最大了 着相是最大的佛报 不着相是最大的功德 为什么 这些人往生决定称父 那你供养这些人 等于供养征服了 这些人一生决定称父 往生到极乐世界是一生去的 不是来生 他往生的时候清清楚楚 自己没有感觉到自己死 这身体丢掉了不要了 他的生死 坐上莲花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借引他到极乐世界去了 在他感觉是一生 到那你不是去投胎 在莲花当中 阿弥陀佛的神力 就把他的身体改造了 原本 他的这个色神 是阿弥陀佛的相分 他自己以为是新的 这个能够思维想象的 是阿弥陀佛的见分 阿弥陀佛也是人物 那么换一句话说 他并没有修行 没功夫 但是他在莲花里头 专师成志 这个不得了啊 这一转过来呢 他就变成法神菩萨了 他的身是法性身 他居住的土是法性土 法性没有生命 所以在极乐世界 人不衰老 寿命很长 相貌一点都不改变 我们这个世界 也贪执36亿 百千年 极乐世界没有 极乐世界就是一年 没有第二年 也不是念念相续 念念相续还有个动的想 他如如不动 到极乐世界 你的身 你的心 你的环境 就跟六祖 慧能大师说的 完全相同 心是清净的 身形世界都是不神不灭 本自具足 本无动摇 能生万法 能生万法在那个地方 最明显的就是分身 他能够分无量无边身 去成就无量无边的佛寺 这个佛寺就是自度度大 成就这些事情 这是极乐世界 无比的殊胜 不能不知道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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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